冬季的这个气候呢 因为水分很容易散失 比较干冷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肌肤常常会出现这个骚痒 泛红 或者是会有这个干燥 出现纹路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保养呢 我个人推荐 要加上这个油脂比较高的 这个护肤的产品 比方说像是乳液跟乳霜 就是很适合的 这个工具 我更推荐你在保养的过程当中 一周至少增加 一到两次的按摩的程序 就能够获得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保养效果 这个方法特别适合 偏干性的肤质 在寒冬的时候来使用 首先呢 我们就准备一款 滋养性比较高的面霜 再加上调和油 这种这个滋养油呢 能够立即的提升肌肤的滋养度 就取一元硬币大的面霜的量 再加上二到三滴的润肤油 充分的调和之后 再手心把它温热开来 依序由下而上的方式 用我们的指腹 清点 在所有的面部肌肤上 因为这个方式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脸部的血液循环 同时也是要通知我们的肌肤细胞要开始吸收养分了 那么再来呢 要提醒大家 另外一个方法是更重要的 我们将这个手心当中的面霜呢 再次的温热转化开来之后 特别针对眼周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肝纹啊 或者是在法令纹的部分比较明显 我们就运用这个指腹呢 进行螺旋的细部的画圈 让这个滋养的成分 能够再次的有效渗入到肌肤的深层去 接下来要为各位分享的是 面霜加温法 那这个方法的使用时机 特别适合在晚上 一来呢 能够加速的帮助有效的活化成分 能够彻底的被肌肤吸收 另外也可以帮助我们有这个增加睡眠品质的效果 首先要推荐大家在夜间 可以选择一款滋养型比较高的这个面霜 先取适量的面霜 在手心之后 双掌合时 把它温热化开来 接着呢 我们就用这个手掌包覆按摩的方式 照在脸上 由下而上的方式 依序进行拥抱方式的按摩法 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充分感觉到 被呵护跟关爱的这个感受 接着就可以来进行加温的动作了 那么平常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具有加温功能的眼罩 或者是面罩来进行操作 我们先把它佩戴上去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具有散发正向能量的 这个脸部按摩器来进行局部的按摩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脸部的轮廓更加的紧致 我们还可以来进行肩颈的按摩 来帮助这个全身达到彻底的放松 像是这个典型的油性肌肤或者是混合性的肤质呢 在这个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水凝霜 凝胶还是这种清爽的乳液形态的面霜 来取代滋养型的面霜 那么会是更适合的一种保养的产品 像是我今天就准备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清爽型面霜 再加上另外一个秘密武器 也就是我们的茶树精油 我们可以进行调和之后呢 来达到义菌抗痘油水平衡的效果 我们将这个面霜呢 跟控油的精油调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彻底的使用在脸部 进行跨圈的按摩 这个茶树的精油啊 它能够立即的提供一个很好的清凉感受 油性的肌肤呢 特别是在T区的部分容易会冒油 还有在下巴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再取适量的保养品 然后在这个特定的区块再次的补充 这样呢就可以延缓这个出油的机会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在冬季的时候皮肤变得更好 那么就好好的使用面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